大家倒清水 超級開大 和日常生活 比較多積氣行為相關的垃圾 其實數量一直保持 依然是不少的 可能是膠樽、餐盒、餐具 膠袋、膠杯、飲館 這些垃圾一直保持 其實都是香港海邊常見的垃圾 積氣是一個問題 就算你用不同的物料也好 其實你本身都是用了一些珍貴的資源 拿它可能用一些很短時間的利用 可能只不過是我們吃一頓飯半個小時 十五分鐘飲一杯東西 那我們就把它放在環境裡 台北市的飲料店有兩千家 那他們每年使用的一次用塑膠杯 有七千六百萬個 所以我們從一百 從2022年的12月1號開始 我們禁止台北市 夏內飲料店使用一次性塑膠杯的話 就等同每年減少了七千六百萬個一次用的塑膠杯 這些塑膠杯的塑膠原料重量等同是922公噸 其實可以慢慢去改變 但是如果那間店真的有得去 我回收餐具給他的話 我是OK的 是沒有什麼問題 就好像我來咖啡和這裡喝都是借杯 都已經知道有借杯之後 我沒有再用過他那些膠杯自貝